早餐表面看一個努力和美麗的外面 這是今年八張獲花的黃花鳳梨木勝貴 中部向東會因此傳統在河米版輸出 基本涯間收花的休憩活動 加上今年中部向東會創花百年 要由百人的帝園各個一項來慶祝活動 中美是相當的努力 探到八張獲兵的黃花鳳梨木勝貴 中部向東會基板夜賞風鈴華東 現場除了收花、拼地和音樂表演 華東是專頂門會 中部向東會眾感受力 上台主賣風鈴華東 今晚一位 中部向東會眾感受力 到後一位 中部向東會眾感受力 表演 兩年前一本春溪風鈴華東 以文会搭配中部乡 有这个咖啡引起回乡 今年基本夜上风铃 后面将在春天晚上来相会 喝咖啡听音乐 无论是视觉 味觉 听觉 东西都在地关注 中浦乡这个黄金风铃幕开的 真的非常的漂亮 那今天晚上中浦乡农会 就在河美办事处 这个广场举办一个百人茶宴 品名的这个华东 在这里喝茶 也可以喝咖啡 赏花 真的非常非常的浪漫 那毕竟也提醒大家 因为我们这个花期很短 要赏花的民众要赶快 去年我们就结合晚上的 优美的灯光 还有音乐 咖啡 让很多附近的居民 还有我们的乡亲 家宜市附近的一些民众 感觉有很幸福的感觉 今年刚才是中浦乡农会 庆祝董花百年 在基盘亚甘生花 又庆祝董花百年 的百人茶宴瓦农 打头上 我们今年年代 中浦乡农会一百年 已经一百岁了 所以我们在现场也特别 配合这个百年传承 百年茶宴的一个活动 我们让乡内的有一百位的农民 包括青龙 壮龙 老龙 还有我们的家政班员 我们的农会的礼监事代表们 我们让农会是这样一百年的感觉 这样一脉的相与点燃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今年我们要欢庆百周年的 一系列活动的一个 启动的一个仪式 中浦乡公所和中浦乡农会人秀 在立体动向来 表现三个话话提供 就由文会训练基盘亚甘生花 和生花花东对理事 应该到晚时 打着有别一趟 文会训练的生花方式 也一载地则 中浦乡乡农会办 华东的靠背 深深刻要向中浦乡 采访不得